大家知道吗 在张飞将军墓前 常规这两个人 他是谁呢 一个叫张达 一个叫范强 就是他两个小人 把张飞将军的头颅给割了下来 最后他两个人也是没有好下场 这一期我们就来看一下张飞将军的墓 全国张飞墓有两座 一个在浪中 一个在重庆云阳 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 浪中葬的是张飞的身躯 云阳葬的是张飞的头颅 两处皆为全国温饱单位 张飞为什么会伸手益处呢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浪中张飞庙 探究张飞的故事 据当地的一些地方志记载 张飞庙始建于三国时期 在明代正德年间 得到了大规模的修设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 多为明经时期所留 其主体建筑仍延续中轴县布局 由南向北 主要由山门 迪万楼 以及左右排放 大殿后殿 墓亭 及张飞墓 和墓后园林组成 值得一看的是 这个迪万楼最上面的牌匾 居然是台湾屠宰业给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张飞是屠夫出身 被奉辞为屠宰业的祖师爷 难道我们大陆的某会 某权 没有什么表示吗 关于张飞之死 这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关于被冬吾杀了以后 刘备可是不会善罢担忧的 举全国之兵要讨伐冬吾 命令在浪中驻守的张飞 出击江州 张飞可是一直在等待机会 他自然是抹足了劲 要替二哥报仇 他命令下属张达 三日之内打造出白甲百咒 否则军阀处置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白甲百咒就是白色的甲咒 这是张飞要指明替关于报仇 三日问题不大 但是二人却听成了白甲百咒 三日之内交出上百套甲咒 是完全做不到的 最后可能会被张飞处死 所以二人一不做二不休 夜里趁着张飞睡熟以后 割下了他的头颅 准备拿去东吴领赏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大殿当中 供奉的就是我们的张飞将军 仔细来看一下他的塑像 一身的金装 这个是皇帝的装满 一身金衣 什么原因呢 三文言译里面描述的 东吴把张飞的头颅还给了刘备 既然归还了 那么云阳张飞墓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三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是有出入的 张飞的头颅并没有送到东吴 张达范强二人就听到了 鼠吴在议和 二人就吓得把张飞的头颅扔进了江中准备逃命 后来渔民发现并打捞了起来 将其葬在了云阳 后来建庙祭祀 至此三国民将张飞也落了一个身手移除 其实张飞最后被属下给害死 深层次原因还是张飞自己念下的姑姑 张飞对比他强的人都十分客气 但他却不懂得体育下属 经常责骂鞭打 特别是二哥死了以后 张飞接近崩溃 下属对他可能是恨大于敬 张飞目前除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张达范强二人常规不起以外 还有一点可以让我们留意 原来的张飞塑像是明万里年间 用铁胶筑而成的 现如今只是新宿的 英雄都没有得到善终 张飞和他的二哥关羽一样也是身手一触 最后身葬在了浪州 头葬在了重庆 他的墓中现在还是非常大的 据传是当地百姓当时一点一点给他堆起来的 说明张飞在本地的名声还是非常的好的 张飞墓 坐北朝南 呈椭圆形 东西宽二十五米 南北长四十二米 风土高 约八米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张飞将军的墓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问题来了 他的墓有没有被盗过呢 据实可查 我们现在能得到的资料来看 他的墓是其实是并没有被打开过的 非常的庆幸 并且他的风土还是非常的完整 上面的树 最少最少也有上百年的树林了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的张飞将军墓上面的树 基本上是没有主头的 都是发散式的在成长 为什么呢 据说是因为将军没有头葬在这里 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 全面我们也没有提到张飞的功绩 是因为他的故事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三国演义里面对张飞的描述 最精彩的一段 我觉得应该是当阳桥那一声怒吼 吓退了曹军的千军万马 那么事实如何呢 张飞在历史上的真实战记 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 在仅有九百余字的三国制张飞传中 张飞的具体战力与小说中的描述 差别还是很大的 当时张飞面对的并非是曹操亲自率领的数万大军 而仅仅是虎豹记中少量的骑兵 在张飞的旁边还有二十名手下 兵力相差并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对手不战而退也情有可原 所以楼冠中又自己创作了一番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